我们家里发生了灵异事件 啊 这里是不是有鬼呀 园子别害怕 啊 怎么了 我看到那个鬼了 它是一只猫 可我发现家里的猫粮少了很多 难道鬼也要吃猫粮吗 原来就是你一直在装鬼吓唬我们 是 怎么样 告诉你们 我可是有超能力或野生的小猫咪 早晚会把你们吓走的 为什么要把我们赶出去 因为我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妈妈出门了 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们的地盘的 唉 天啊 主人到底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该不会是真的不要我了吧 万一主人活心转意回来找我呢 不行 还是得把他们赶出去 是不是饿了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以后不用偷吃了 猫粮都有你的一份 可是我一直吓唬你 是一只坏猫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 我原来的主人已经不要我了 但我还是守着我们的家 等他回来 我只是想问问他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要抛弃我 你没有错 错的是那个不负责任的主人 如果你愿意成为我的家人 我可以照顾你一辈子 谢谢你 我们家里发生了灵异事件 啊 主人 你 你背后 小园子 你怎么一惊一乍的 我看到那个玩具自己动起来了 什么都没有啊 你是不是眼花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要自己吓自己 走 睡觉去了 吓 吓死我了 还以为被发现了 七宝 你为什么会在我家 啊 鬼啊 别 别害怕 我不是鬼 我只是一只有超能力 会隐身的小猫咪 你为什么要隐身来我家里 因为 阿姨 谢谢你不嫌弃我是流浪猫 还每天为我吃东西 我很喜欢你 你可以收养我吗 可是 我家里已经有一只小猫咪了 哦 这样啊 我也是来这里 是不想给阿姨猜麻烦 又想陪在阿姨的身边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玩具 所以 一时好奇 动了小原子的玩具 却不小心吓到了你 啊 主人 然后 我就暴露了 其实 大家可以当我不存在的 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的 七宝 不是我不愿意收养你 只是我家里已经有小原子了 我明白了 我这就走 等等 我的意思是 因为有小原子了 所以我要征求小原子的意见 我刚才已经告诉妈妈了 她不在家的时候 我很孤单的 所以 我很希望你成为 这个家的一分子 这样 你以后就有家了 我也不会孤单了 我们家里 发生了灵异事件 妈妈 哥哥消失了 只留下这件衣服 开什么玩笑 不许恶作剧 妈妈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七宝 快出来 不然我就生气了 妈妈 家里找遍了 都没有 七宝 在哪儿 别吓妈妈 七宝 七宝 妈妈 你别哭了 妈妈 我在这里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真的消失了 我以为再也看不见你了 对不起 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房间 我只是意外拥有了隐身的能力 你平时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忙 工作比我重要 手机也比我重要 我只是想知道 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消失了 妈妈会不会难过 该说对不起的人是妈妈 我以后一定多多陪你们 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我永远不会离开妈妈的 因为在我心里 妈妈才是最重要的 小朋友 快开门 怎么办 他又来了 别怕 我保护你 你们的家长 没在家吧 你想干什么 我是来给你们送零食的 愣着干嘛 快吃啊 妈妈说过 不能吃陌生人的东西 我怎么能算陌生人呢 咱们是邻居 每次都挑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来 你就是居心不良 快走开 不然我可就报警了 你就是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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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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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不管你是要金山银山 还是豪车别墅 我都可以帮你实现 那如果三个愿望都许完了 你会怎么样呢 我当然会离开 寻找下一个有缘人 帮他实现愿望 那你既然是神仙 为什么不回到天上去呀 哪有那么容易呀 想要重新回到天上 必须有人许愿 让我的愿望实现才行 可是所有的人类都很自私 才不会把许愿的机会 浪费在我身上 你也太可怜了 我都习惯了 大不了就一直留在人间嘛 七八 我想好要许什么愿望了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好 你说吧 我的第一个愿望 是让疫情消失 这样 大家就不用担惊说怕 每天起早做核酸了 医护人员 也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这么宝贵的愿望 就被你这么浪费了 你应该给你自己许愿 要钱呀 钱嘛 只要努力 早晚都会有的 如果不努力的话 就算你给我一座金山 早晚都会挥霍一空的 那你下一个愿望是什么 我的第二个愿望 是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不要生病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娶了两个愿望 都不是为了自己 那你的第三个愿望是什么 我的第三个愿望 是希望七宝能够心想事成 重新回到天上 做小神仙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 重新出回神仙了 主人 谢谢你 他是谁 为什么会在我们家 怕你太孤单 所以我收养了小园子 以后他就可以陪你玩了呀 都是借口 明明就是不爱我了 你出来 不许睡我的猫窝 这是我的玩具 谁让你碰的 哥哥 七宝你干什么 我讨厌你们 妈妈 你别着急 哥哥只是认为 我抢走了妈妈的爱 只要让七宝明白 我和妈妈都很爱他 他一定可以接受我的 七宝 你不去陪小园子 过来找我干什么 七宝 我没有跟你商量 就把小园子接回来 是我不对 妈妈知道错了 所以才和小园子 一起买礼物送给你呀 这是你和小园子 一起送给我的 对呀 我只是希望哥哥明白 我不会抢倒 妈妈对哥哥的爱 相反 这个世界上 还会多一个爱你的人 放心吧 我不会因为 有了小园子 就忽略你的 不对 不仅仅是不能忽略我 也不能忽略小园子 我们都需要妈妈的爱 不能只有我有妈妈送的礼盒 小园子也要有 你们两个都有份 妈妈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 你不要过来 你别害怕 我不会伤害你的 我才不会相信你们人类 我有很多伙伴 就是因为相信人类 所以才受伤的 你别不识好的爱 如果我的主人要伤害你的话 怎么还会接你回家呢 算了 七宝 太好了 他们都走了 我就有逃跑的机会了 这窗户怎么有纱窗呀 这下我可怎么逃走 小园子 快看我刚给你买了几件新衣服 喜欢吗 我 我才不会被几件衣服收买呢 你还是不要在我身上浪费心思了 既然跑不出去 我就想办法让他把我赶出去 是不是太无聊了 你看我给你准备了新玩具 这样你就不会再玩垃圾桶了 他好像对我挺好的 他不会是真的想照顾我吧 那我还要不要逃走呢 小园子 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 什么呀 我给你带了好吃的猫粮回来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呀 我知道你在外面流浪的时候 吃了很多苦 所以想尽可能的对你好 我想让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除了欺负小猫咪的坏人 也有真正爱着你们的好人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